为了要强化机车的安全 交通部在去年修正了规定 说从后年元旦开始 要强制新款式的出厂新车 都必须要来强制安装 ABS防锁死刹车系统 或者是CBS前后联动刹车系统 就引发了这个机车组的不满 别急着害怕 让我来跟大家聊聊 大家一定看到新闻聪动标题就开始担心 是不是机车又要跪上一层楼呢 在谈论机车为什么一直变归之前 在这先简单叙述ABS的作用 ABS只要能确实做好 就能拥有美丽的腹肌以及人鱼线 好好好认真认真 ABS其意指的是 因为在紧急情况下 普遍的人经验或观念不足 所以容易紧张将刹车锁死 而发生失控的意外 但假如有ABS的话 它能够发挥最大的静摩擦力 简单来说 它用感知器在轮胎 因为自动过渡前 释放刹车压力 避免刹车锁死 在一秒内可作动到十次 就连 也跟不上啊 所以当你有了ABS 在遇到紧急情况下 用力掐下刹车 它自然会帮你用最有效的刹车去刹停 ABS仅仅就是 简单的帮你刹好刹满 因为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你永远不知道你是否每次都能精准的在极限内控制你的刹车 但ABS也不是万能 假如状况太紧急 距离太短 就算有ABS也不难保证是否安全刹停 了解ABS后 发现它的好 但缺点呢? 凡事都有代价 安全是大家一直提倡的 但高物价也是大家一直靠北的 在这分享 台湾市场的重车 有无ABS大约差在三万 但洞嘎数十万的重车 假如你为了安全而多花车价了三到八% 去买个安心 看似合理的 但反观小车市场 的确已经有些许车款有配ABS 但实际上法规的更改 针对126cc以上 强势装配ABS 以机车销售市场来看 126cc以上的秉除红黄牌来说 大约占市场的20% 而常见的125cc以下 则是由市警区配备CBS 前后刹车联动系统 成本约高上3000 比起万元的ABS似乎轻松一些些 但这东西比ABS在使用上就低了许多 为了安全多些花费或许是值得的 但有时候不禁让人去怀疑 这些财团是否利用新政策加上新配备 又怒涨一波呢? 回头看喷射时期刚刚开始 所增加的含氧感知系集电脑 是让机车价钱逆风高飞的开头 逆风高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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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后面提升到六期环保 在15年则又新增规定又要加装 怠速熄火装置 但随着政策的开放 整体民众薪水却没有调涨 也不禁让人去质疑 这些机车涨价是真的符合他所增设的配备吗? 还是一昧的拉高售价趁机突立呢? 虽然现在的车子越来越酷炫 却也越来越贵 看看销售一直都很好的神额进战 比起早期多了液晶转速表 酷炫的LED灯 但这些材料成本真的有贵到那么多吗? 或许也因为这样 时常听到所谓的官商勾结 或许是锅材的不争气 产生牛部化的制造技术 烘台价格导致高额的售价 甚至出现国外还比台湾便宜 所以不论未来车子有多炫多安全 都希望车商亦或是政府 能给民众一个选择的机会 是否能把我们的商品提升竞争力 就算没办法便宜 但也要物操所值 让消费者能愿意从口袋掏出钱买你的单 而不是售价越贵越接近进口车 大家反而宁愿多花点钱去买进口车 这不是本末导致吗? 要我们爱台湾 也要我们爱得起啊! 好啦!今天的康康嘴机车就到这里 假如你对今天的议题有感到兴趣的话 不妨在下面留言 说出你的想法让大家一起讨论 假如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欢迎点赞甚至分享 那也可以订阅我 那今天就到这里 让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